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已经离不开我们的生活 因使用3C而造成身体的不适 我们称之为3C症候群 因姿势不良 使用的时间过长 我们皆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因此我们建议 当你工作4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 应该就要起来活动一下哦 我们该如何知道 我们是否有3C症候群呢 以下是一个简易的自我检测方式 理想的头肩颈姿势 在罐状平面上面 我们的耳垂会落在肩峰的正上方 如此我们肩颈前后侧的肌群 才会处于一个平衡又放松的状态 简单自我检测的方法 不要再花了 对 就是往后靠墙 慢慢把肩胛骨往后贴到墙面上 这个时候围缩下巴把头往后平移 后脑勺可以轻轻的碰到墙面 如果你这么做有困难的话 就表示您是3C症候群的高危险群 要如何改善3C症候群 在维持正确姿势 有两个重点 第一就是增加柔软度 犬式 双手平放桌面与肩同宽 退双脚向后远离桌圆 并将臀坐骨向后推至头颈部与手臂平行 会感受到身体侧面与背面的延展 犬式强调胸椎的挺直 肩膀下压还有后颈的延伸 改善驮背 圆肩 耸肩 还有头部前移的姿势 进而放松胸肌 上斜方肌 及肩胛肌及整骨下肌群 这些肌肉正是3C症候群中 最容易紧绷与痠痛的部位 瑜伽动作里 有俯卧姿的蝗虫式 有仰卧姿的乔式 是最直接增强上背稳定的力量 乔式 面朝上平躺在地 屈膝双脚与臀同宽 手臂伸直往足根的方向 让掌心朝地板 眼睛注视正上方维持视线的不动 吸气让肩胛贴稳在地 双手视力向下 吐气时 提起臀部直到感觉胸口扩展 蝗虫式 平趴在地双脚与臀同宽 双手相变平放在额头的下方 吐气时 下巴微微向内点 吸气时 慢慢地提起头颈胸 伸直手臂平行耳朵 向外如滑水花圆停在臀部的两侧 并微微地后收肩胛 提起胸口 停留三到五个呼吸 再慢慢地回到地板 透过蝗虫式 巧式的锻炼 可以强化胸椎树极肌 中斜方肌 下斜方肌 及深层的颈曲肌 以维持我们头肩颈在一个理想的姿势上 不要再滑乐 提胸认真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